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应用支持Android设备的无障碍功能。Android设备为盲人和弱势用户提供了无障碍支持,包括Talkback和一些特殊的无障碍功能。如需了解详情包括如何启用这些设置。请访问Android无障碍功能帮助中心开始使用。 在启用Android无障碍功能设置后,Talkback和触摸浏览功能可帮助您探索YouTube应用中的内容和元素。如需详细了解这些功能,请参阅触摸浏览说明。 探索应用,此应用中用到的主要标签是首页,订阅内容和媒体库,您需要先登录账号,然后才能看到订阅内容标签。 通过首页标签,您可以浏览推荐的视频,通过订阅内容标签,您可以查看来自所订阅的频道的视频,通过媒体库标签,您可以查看观看记录,上传或购买的内容,以及播放列表。 此外,通过应用顶部的个人资料照片,您可以访问设置Google隐私权政策和帮助内容,并能登录账号,按以下步骤登录您的账号,在应用顶部点按您的个人资料照片,选择登录。 按以下步骤,退出您的账号,在应用顶部点按您的个人资料照片,选择退出账号,浏览视频和播放列表。 您可以使用一根手指滚动浏览首页,播放列表或频道中的视频,在滚动时,您会听到视频的名称,以及相关联的原数据信息。 频道,在一个频道中,您可使用首页、视频、播放列表等标签浏览所选频道的内容。 搜索视频和播放列表,要使用触摸、浏览功能搜索视频,可点按屏幕顶部,找到搜索按钮,在更多选项元素旁边。 点按两次搜索按钮,然后将您的搜索查询添加到编辑框中。 点按两次下拉列表,可更改搜索过滤条件。 使用触摸浏览功能,浏览搜索结果。 播放和控制视频。 找到要播放的视频后,点按两次,即可开始播放。 要调出播放器控键,点按两次屏幕顶部的播放器即可。 播放器控键和选项,暂停。 点按两次暂停视频,可暂停视频。 最小化视频,在播放时点,按两次最小化按钮,可将视频最小化。 在视频最小化之后,您可以执行浏览或搜索操作,而视频会继续播放。 关闭最小化的视频,点按两次播放器,并使用双指向右滑动。 即可关闭,以最小化的视频播放器。 展开最小化的视频,点按两次播放器,并使用双指向上滑动。 即可展开最小化了的视频播放器。 添加到播放列表,点按两次添加到按钮,可打开将视频添加到提醒。 使用触摸浏览功能,选择播放列表。 要创建新的播放列表,请点按两次新建播放列表。 点按编辑框,标题可为播放列表命名,点按两次思想下拉复选框,即可将您的播放列表设为思想或公开。 更多选项,更改视频品质,点按两次视频品质菜单按钮,举报视频,点按两次举报按钮,字幕,点按两次字幕菜单按钮。 在视频下方,您可看到以下信息或功能,视频说明和原数据,并和踩按钮,频道订阅按钮,推荐视频,用于添加评论的选项,视频的相关评论,上传的视频,要查看您上传到YouTube的视频,请打开媒体库并选择我的视频。 您可以使用一根手指,滚动浏览自己,上传到频道中的视频,上传视频,点按两次屏幕右上角的上传的视频,点按两次屏幕顶部的上传按钮,在搜索旁边。 滚动浏览设备的照片库,以查找要上传的视频,点按两次,以选择视频。 在标题编辑框中,输入视频标题,在说明编辑框中,输入视频说明。 从隐私设置下拉列表中,选择隐私设置级别,思想,不公开列出,或公开,要上传视频,请点按两次屏幕右上角的上传按钮。 编辑视频,要修改视频的标题,说明或隐私设置,请执行以下操作。 使用双指滚动浏览您上传的视频,点按两次您要编辑的视频旁边的菜单按钮。 在视频的提醒框中,点按两次编辑,点按两次标题或说明的编辑框,或者隐私设置下拉列表。 完成编辑后点按两次确定按钮,删除视频。 要删除您上传的某个视频,请执行以下操作。 使用双指滚动浏览您上传的视频,点按两次您要编辑的视频旁边的菜单按钮。 在视频的提醒框中点,按两次删除。 在系统提示删除此视频时,点按两次右侧的确定按钮。 打开关闭无障碍功能设置。 如果您看到视频播放器中有一个X图标,这说明您的设备开启了无障碍功能设置。 您可以在Android设备上或在YouTube应用中关闭此无障碍功能设置。 在Android设备上,进入Android设备的设置。 点按无障碍功能,点按Voice Access,随选朗读。 Talkback无障碍功能菜单或开关控制。 选择关闭。 在YouTube应用中,在应用顶部,点按您的个人资料照片。 选择设置。 选择无障碍功能。 如果您想要覆盖Android设备及设置,请关闭无障碍播放器。 您也可以设置一个计时器。 X秒后自动隐藏视频播放器空间。